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八节 题目是《罗德的余生》 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 他纪念亚伯拉罕 正在请妇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 就打发罗德从请妇之中出来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 他和两个女儿住进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父亲老了 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 进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他留存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就叫父亲喝酒 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情 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昨夜与父亲同情 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 你可以进去与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父亲留存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 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情 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儿子 给他起名叫做摩鸭 就是现今摩鸭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儿子 给他起名叫便雅米 就是如今雅门人的始祖 在这里记录了一件事 那就是从索多玛被解救出来的 罗德的一家人 在离开索多玛之后所发生的情况 我们知道天使原先是叫罗德 他们要逃到山上 但是罗德还是青睐神次中的生活 所以就求问天使 他们可不可以逃到一个小城 索尔 天使也答应了他们 他们一家逃到索尔 无奈罗德的妻子 没有遵守天使所说 不可回头的训令 因为回头看了索多玛 他就当场变成一根岩柱 失去了妻子的罗德 带着两个女儿 因为惧怕那毁灭索多玛 与俄摩拉的两层的威力 以前觉得索尔比较近 比较容易到达 现在后怕了 就觉得索尔离灾难的中心点 太近了 想想看还是遵照天使的吩咐 逃到山上去比较好 于是他们才决定 真的逃到山上去 从此就住在一个山洞里的生活 其实他们真正需要逃往山上 躲起来的时间 是在毁灭发生的当时 如今早就可以下山了 但是他们因为惧怕 反而在这个时间 还躲在山里 不敢出来 这不就是亡羊补牢 只是求一个心理的安慰而已 看起来住在山里 在生活上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住在山里有个问题 那就是很少有机会和其他人来往 那罗德的两个女儿还未出嫁 那他们这三个与师独立而居的人 将来就不会有后代了 谁能够为他们养老送终呢 将生命延续下去呢 有的解经家就说 下面就发生了一件丑闻 其实说是丑闻 那是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 从摩西颁布律法以后 这样的事情是禁止的 但是说在摩西之前那个世代 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是违背律法 只能说是违背常规 正如三十一节所说的 那时的世上有常规 父母生了儿女 儿女长大之后 最好就到家庭之外寻找 婚配的对象 再去成立家庭 那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但是那时的两个女儿 因为丈夫不可得 就借用了父亲的遗留 还用酒让他醉倒 让自己能够有后裔 这不是真正敬前的人 会去做得出来的事情 因为这还是违背神心意的事 但是因为罗德的两个女儿 是在索多玛长大的 他们看多了听多了 不前不义的人 在他们周围的所作所为 因此也就做了出这样的事情 生命就自己寻找了出路 或许罗德的女儿所行 并不符合神的心意 但是神并没有禁止 这件事情的发生 亚伯拉罕和萨拉结婚多年 却在百岁之前始终没有子嗣 那就是神的安排 但是罗德的女儿 从父亲那里借种就得子 这也只能说是神的允许 我们作为父母或者老师 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后代 什么是该行的 什么是不该行的 但是那只是 他们观念形成的因素之一 儿女们在长大的过程中 所见所闻 可能对他们的影响 会大于父母跟老师的教导 这就是父母应该为子女 选择一个好的成长环境的原因 罗德是亚伯拉罕的近亲 但是他女儿后代 摩押人和亚门人 后来都成了那附近土地上的邻邦 关系也是亦敌亦友 摩押人的女子路德 嫁给伯拉斯 成为大魏王和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一 而亚门人就是以色列为敌的关系 要更多一些 创世纪十九章记载了 索多玛与俄摩拉的毁灭 也记载了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 亚伯拉罕所祈求保护的对象 在索多玛城被拯救 以及出了索多玛之后的生活 关于罗德余生的记载 就到这里为止 一个好人要成为真正的好人 要一直到盖棺才能论定 我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 也要我们回到神那里去 才能有真正的总结 罗德一生值得为我们的警戒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阿们